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国际市场电动车已经被视为是未来十年最具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业者就预估不久的未来在路上奔驰的三辆汽车里头就会有一台电动车 今天我们就要带着您一起来回顾2021年上半年关于电动车产业发展的相关国际新闻整理报道 2016年4月22号有171个国家在联合国布鲁塞尔总部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 已经从去年开始实施 而美国总统拜登一上任签署的第一条行政命令 也是要重返巴黎气候协定 随着各国禁售燃油车的政策上路 这场全球交通大革命为电动车的市场注入了经济活水 如今电动车主打的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 还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未来发展趋势 当然也是一个星星崛起的热门投资标的 目前在全球掀起的电动车大战 不只是传统车厂跟电动车大厂 特斯拉之间的一场战争 随着科技的发展 拥有多项惊人专利的苹果公司 也对于电动车市场展现出了十足的兴趣 尽管说新冠疫情的阴霾 还笼罩全球挥之不去 但是随着疫苗施打率逐渐普及 欧美国家陆续传出 渴望解封的好消息之后 关于汽车的消费市场 已经是看到了曙光 根据新浪财经的报道 中国大陆电动车厂 未来汽车5月出现的年增95.3% 而小鹏汽车年增是483%的惊人好成绩 2020特斯拉股价一飞冲天 这是马斯克花了17年的努力 所得来的成绩 现在在减碳趋势的推破助澜下 电动车的市场将改写新业 电动车的市场领域 里面有超过50%的汽车 41%的汽车 11%的汽车 11%的汽车 汽车 我们将在2035年以来 我们将在加利福尔的锂利产业的销售 投降车轴轮的销售 我们将在加利福尔的州的热油 进行软化车车轮的材料 在加利福尔加利福尔的销售 因此在加利福尔市场上 在加利福尔的销售中的核梧 電動車成為一股勢不可擋的趨勢 當然也帶動了一波經濟熱潮 像是南韓的現代汽車 就打算與蘋果合作 一同開發出電動車Apple Car 有人說兩人的合作將能帶動成長 但是說到電動車 中國才是百家爭鳴發展最熱的地方 2019年如果特斯拉沒有在上海落腳 開啟它的超級工廠 那麼想要在電動車市場坐穩龍頭寶座 特斯拉也許還要再走幾年辛苦的路 如今特斯拉電動車在高度模組化 自動化生產的高效能助力下 改寫了市場遊戲規則 也助長了中國電動車美夢的發展 這股電動車掏金夢 台灣企業家郭台銘領軍的富士康也沒有缺席 在今年1月13日市場傳出 中國大陸浙江吉利控股集團 將與富士康成立合資公司 提供包括汽車零件 智慧控制系統和電動車產業鏈服務 目標是要成為電動車界的安卓系統 規劃兩年後推出電動車新品 預期2025年到2027年 在全球電動車市場要搶攻10%的市佔率 隨著電動車市佔率的提升 新能源汽車股價大噴發 有人認為中國大陸純電車市場 將進入爆發期 在美國掛牌上市的電動汽車小鵬 也是這一波受到矚目的電動車企業 日前小鵬汽車跟廣東省 五家銀行達成佔率合作 五家銀行將聯合提供 受信額度128億人民幣 用來支持小鵬汽車的業務營運及生產 五家銀行看好的不只是電動車的市場 還有小鵬汽車想要做出低空飛行的汽車夢想 如何讓垂直起降的體系 可以當車一樣開 對我們來說90%自己開 10%我可以通過飛行 中國今天正在打開低空超低空的 這樣一個通道 海南省已經開了 深圳市開了 湖南省的部分區域剛剛也開了 那麼我相信您後面如何做出一台 既能夠安全地開 又能夠在低空上飛行的車 是非常地重要的 發展電動車 中國大陸雖然是後來居上 但是傳統車廠並沒有閒著 賓士的純電車EQC和EQV 雖然在全車市佔僅有2萬輛 但是在2021年的電動車策略裡 賓士鎖定高階電動轎車的雄心依然沒變 而B&W的電動車i3 雖然不具市場競爭力 但是B&W發下豪雨 在2023年將會完成全車系電動化目標 預計會有13款的車型電動化 除了上用轎車以外 跑車、休旅車的電動車一樣精彩 像是Jaguar I-PACE 是第一款純電跨界跑旅車 上市初期市場反應不錯 但隨著特斯拉降價 豪華電動車陸續發表 I-PACE的存在感逐漸下滑 另外福士集團的高階電動車款 Audi的E-Drum與保時捷的TICAN 主打能夠快速充電 讓長途旅行中充電站站點的規劃更具彈性 充滿時尚感、未來感、奢華感的賣點 依然深深吸引全球買家的心 身為特斯拉的前任大股東豐田汽車 在電動車的市場發展或許看似緩慢 但豐田其實默默在耕耘電動車動力方面的研發 根據豐田汽車釋出的訊息 他們預計在2021年中會發表第一款純電休旅車 之後還有六款不同款式的電動車會相繼推出 目前福斯集團發展電動車的企圖心最為強烈 擁有12個品牌的德國集團 在2025年設下的目標是銷售300萬輛電動車 不論是性能或售價上 都給競爭對手特斯拉極大的壓力 我不會說Google是一個競爭者 因為他們不是一個車公司 Apple 對 這樣會比較直接 所以不是像 如果有人開車 他們突然會殺到別人 不是那樣的 而且電動車廠的廣角度 是很難以為你能看到樹林的廣角 他們超級的 從全球各大車廠在電動車的策略布局裡 不難看出電動車是為何能成為 2021全球投資人最受矚目的標的 不管你開不開電動車 不管你了不了解電動車 想在2021的投資市場裡掏金挖寶 聰明的投資人現在就該準備上車 記者林湘霖曾介於撞合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在上任之後面臨的挑戰不少 自年初除了要修復 因為前總統川普奉行外交孤立主義而破裂的國際關係 疫情的衝擊更是造成了美國國內經濟大幅衰退 在推出1.9兆美元紓困案通過之後 拜登馬不停賴地又在3月底推出了耗資2.3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案 將焦點放在公路、鐵道與電力系統等等硬體設備的改善 並且融合川普的抗中路線、力推電動車產業 預計在10年之內在全美廣設50萬座充電站 更與科技龍頭Intel聯手自製半導體供應鏈 期盼透過國內基礎建設改頭換面 繼續鞏固全球第一的經濟霸權 年初的中一場世紀冰風暴讓所有能源系統 在極度低溫的衝擊下陷入癱瘓 不少地下管線更是在急凍中爆裂 使得當地民眾陷入了斷水又斷電的酒精 而另一頭位於紐約哈德遜河邊 擁有100多年歷史深度7層樓高的地底隧道 是繁忙紐約地鐵的一環 但如今卻正處在崩壞邊緣 這是一個例如我們在河河的坡壘 這其實是正確地破壞了 消息的消息 我們在過去10至15年中的高階的橋墜落 我們有很多年紀元的基礎建築 所以這全都正在做 事實上無論是金門大橋 湖佛水壩等基礎建設 都是80多年前 洛斯福因應大蕭條時期所興建 這期間許多人美國總統 因擔心建造基礎建設所帶來的財政赤字 只靠修修苦苦來應付 在加上美國自1976年以來不斷攀升的貿易利差 拜登新政府在面臨國內經濟實力衰退的壓力下 選擇洋氣華府政壇多年險學帶領美國重回大政府時代 推出為期8年2兆美元自二戰後的最大規模基礎建設計畫 但其實拜登也在他的基建大墓裡 承襲自川普開始的抗中路線 這是一個一年代的財政在美國 unlike anything we've seen or done since we built the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and the space race decades ago in fact, it's the largest American jobs investment since World War II will create millions of jobs, good paying jobs, will grow the economy make us more competitive around the world, promote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 and put us in a position to w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n the upcoming years 中國大陸僅僅花費一世代的時間 就成了美國主要戰略和經濟對手 很大一部分歸功於北京當局的基建狂潮 然而回頭看科技大國 美國的鐵道公路卻是老求不堪 使得拜登的基建計畫在當今看來顯得相當迫切 而為了全力鞏固美國第一經濟霸權 拜登除了預計在2030年前 廣設50萬座電動車充電站之外 拜登政府也決議擺脫對亞洲供應鏈長期的高度依賴 提出以500億美元補助半導體產業 力拼自產晶片 在亞利亞洲的第一次大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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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提高到28% 讓企業組織為基建夢買單 我覺得這是一個大錯 最大的目的是 善悉良好的共和黨員杯葛 外界預測拜登以抗中路線 包裝美國近百年來最大的 基礎建設計畫 最終勢必將拆成多個法案 才能在國會闖關成功 記者林祥玲 許竹心綜合報導 電動車已經是汽車產業 不可逆的趨勢 同時也是帶動車用半導體 成長的關鍵 雖然說整體車市 從2018年開始轉弱 在2020年的產能 又因為受到了疫情的影響 全球車市發展 使得車用晶片市場需求疲弱 在其他電子產品領域的客戶 需求相對旺盛的情況之下 導致了車用半導體的訂單 一路被排擠 在去年就已經傳出了 車用晶片吃緊的消息 今年初更是出現了 全球性的大缺貨 造成許多的車廠面臨著 不得不停產或者是減產的窘境 全球受到疫情影響的產業 和其多汽車業是其中一項 但恐怕沒人料想得到 汽車產業之所以不得不停產 或減產的主因 不是因為沒人買車 而是因為車用晶片出現 全球大缺貨的關係 在世界中的電子產業 都遭遇到電子和電子 他們在電子產業使用 但是供應可以 擁有電子產業 在世界中的電子產業 在中國上升至下年 報告說電子產業 也說他們在增加價值 和延長的產業 和OPPO等 為爭奪華為空輸的試占 積極向IC設計商 和晶圓代工廠下訂單 搶產能並拉高庫存 去年是逢疫情出現高峰 各大車廠怎麼都沒有想到 一個華為風暴會擠壓到 數個月後的車用晶片產能 而八成晶圓產能 向來都是處於供貨吃緊的狀態 如今華為風暴 加上美國對中芯國際也實施制裁 使得以八成晶圓製造為主的 車用晶片更是出現全球性的大缺貨 英國的自動工廠 是英國的自動工廠的連結 在英國的自動工廠的連結 我們必須保持未來的 據彭博報導 德國經濟部長致函欲請台灣政府 為德國處境艱難的汽車產業 提高晶片供給量 指出當前半導體晶片短缺 正危及德國汽車產業復甦 進而危害全球經濟回春 並呼籲台灣政府 向台積電明確傳遞這項訊息 而早在德國之前 美國汽車產業代表就已經 拜會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 希望基於台美友好關係 台灣車用晶片可以確保優先 供應美國三大車廠使用 想方設法的還有德國福斯集團 日本三菱汽車也早上有台灣 艾科卡美誼的總統府執政林信義 表達希望協助直接採購 台積電車用晶片的意願 一時間台灣的車用晶片成為全球最炙手可熱的夯貨 法人指出 隨著汽車業向自駕車和電動車目標轉型 未來汽車電子化 比重持續提升 加上電動車和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無獨有偶 日常東芝也開始和客戶協商 車用晶片漲價適宜 使得好不容易看見 復蘇曙光的汽車業再次陷入焦慮 蘇霸露的高層就表示 眼前當務之急是掌握晶片供應量 價格多高都不是問題 逐漸市場上對車用晶片的需求恐急 隨著新冠疫情之時無法有效受到控制 有越來越多的人為了避免群聚感染 而選擇自行開車 加上配合環保 符合世界潮流趨勢 再再都加速了電動車的市場動能 特別是功能晶片MCU 是目前車用晶片最短缺的零組件 聯電與中芯已經開始著手擴大產能 來應對突然增加的供給需求 也正因如此 美國商務部才會放行 中芯國際28奈米成熟製程設備出口 因為美國車商也是這波缺車用晶片的受害者 但是即使擴大產能 目前供應短缺的情況 至少還需要6-9個月的時間才有辦法改善 如今在台積電、聯電等晶圓代工廠 緊急調度產能生產之餘 為了解決全球車廠的燃眉之急 也大舉對上游細晶圓、材料商、環球晶、 合金、合金拉貨、日前經濟部長王美花、 國發會主委拱明星 27號也邀請台積電、聯電、利基電、世界先進等 台灣晶圓代工廠代表吃便當 廠商們同意優先解決車用晶片需求 以降低對汽車產業的影響 現在全台灣許多晶圓代工廠已經著手集中子彈 要生產利潤較高的車用晶片 看準這一波來勢兇猛的車用晶片極丹 在台灣半導體產業技術純熟、量率高、速度快的優點加持下 未來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獲利將是非常可觀 記者林香玲、陳介瑜綜合報導 今年上半年 汽車產業掀起的車用晶片缺貨潮 比起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響更大 全球各大車廠都是受災戶 不少公司還因為車用晶片斷貨 乾脆選擇減產甚至是停產 而受到了這次晶片海嘯的震撼教育之後 也讓全球車廠開始重視 車用晶片生產線 目前福斯集團就有意成立晶片設計部門 而電動車大廠特斯拉更傳出了要收購台灣 旺紅6寸晶圓廠的消息 在全球減碳共識持續高漲之下 電動車已經是大勢所趨 產業分析預計2021年中國大陸、歐洲和美國的電動車銷量 年增率將在54%到100%之間 甚至2025年全球電動車市場規模預估 會達到新台幣7.5兆元 相較於現在還有4到5倍的成長空間 晶片短缺問題從2020年下半年起 就一直是半導體行業的主旋律 雖然疫情到目前為止還不見降溫 但因為疫苗的問世 有些國家的疫情已經趨緩 讓消費出現反彈的跡象 汽車需求也在增加中 不過今年2月美國德州暴風雪 4月日本車用晶片大廠瑞薩電子失火 加上近期台灣水晶吃緊影響晶片生產 再再都加劇了晶片短缺問題 海納公司分析師Chris Rowling 也在5月18號的分析報告提出警訊 他說前置時間延長常常會讓客戶出現不良行為 包括堆積庫存、建立安全庫存、重複下單 這些趨勢可能都會導致半導體產業出現過度出貨的早期階段 出貨量高於客戶實際所需 因為這樣的預期心理使得特斯拉電動車近期成本上漲 讓執行長馬斯克很不開心 在推特上表示 我們最大的挑戰是供應鏈 特別是微控制器晶片的供應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 由於擔心晶片供不應求 每家公司都在超而訂購 就像衛生紙短缺搶購、囤積測紙一樣 但規模要大得多 雖然馬斯克生氣不無道理 但汽車產業受到車用晶片全球大炫獲的驚嚇後 對於這一小塊 足以讓生產線停擺的小東西 一點都不敢大意 眼見晶片短缺和其他方面的生產問題 讓特斯拉不得不推時電動汽車的交付日期 而為了防止晶片短缺持續影響生產線 傳出特斯拉有意要購買晶圓廠 台灣旺虹去年就計劃要出售六寸晶圓廠 傳出買家之意就是特斯拉 不過近期積極跨足半導體領域的鴻海 同樣也在買家名單直列 目前旺虹對外表示不評論晶圓廠出售案 但確定會在第二季完成交易 雖然全球晶片荒帶動晶片價格上漲 然而卻不是每一種晶片都能從中受惠 但那些晶片的晶片 那些晶片我期望的晶片 這些晶片的晶片 都是低晶片的晶片 那是因為中國 晶片的晶片 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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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期度 晶片 晶片 超過 那是最好的 那是5G和电动车软件的最重要 所以这会有些质量的影响 疫情带动的数位转型 也加快汽车产业的数位化 目前使用电子导入新技术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渗透率大幅拉升 加上电动车加快进入市场速度 有调研机构就预估到2025年 全球电动车渗透率将会达到13.61% 市场规模会突破新台币7.5兆元 使得电动车产业相关基金 成为投资人眼中的金基姆 而电动车普及最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来自于电池的续航力 以及充电的便利性 根据彭博社BNEF预测 车用电池平均价格在3年后 将跌至每千瓦小时100亿美元 电池技术严禁于成本持续下滑 将使电动车整体拥有成本优势 有机会与燃油车平起平坐 也让电动车加速普及 根据BNEF统计数据 2019年底全球公共充电桩保有量是92.7万台 其中中国大陆以56%的市占率 51.6万台的保有量位居全球首位 欧洲美国市场分布则以28%和8%的市占率居次 看好拜登执行美国新基建计划的雄心 相信美国广设50万座充电站50ml 超商龙头7-11所属的控股公司近期宣布 要在2022年底在美国跟加拿大两国挑选至少250个商店 扩大设置500个以上电动车直流快速充电站 CV11身为超商霸主 在美国拥有超过9600件的门市 他们的加入无疑助长电动车的快速发展 记者综合报道 好的 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 在一片的环保声浪当中 燃油车走入了末期的态势越来越明确了 随着各国订出的这个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 以及各大车厂都纷纷投入了电动车的领域 甚至还给出了停产这个纯燃油车型的这样的时程表之后 一场电动车的大战正式在去年底 要升为全球投资人最吸尽的项目 有分析室预言说电动车将要夯十年 那么身在台湾的投资人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们今天同样为大家邀请到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的张继文副总经理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这个未来电动车的前景 那首先我们知道说这个要求各国减碳的这个巴黎协定 在2016年就签署生效了 那么在2020年正式实施之后 各国政府为了要降低对燃油的依赖 都纷纷开出了这个要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 我们看一下这时间表哪些呢 也包括了这个法国 中国大陆 台湾2040 印尼2040 美国呢是2035 丹麦 英国 德国 瑞典 其实所有看这样的每一个国家 预计要执行的这个年份 那比如说这个斯塔利加就今年就开始了 挪威 荷兰已经都纷纷就是大家未来都有一个 禁售的这样的一个宣布 那么现在各国的政府也透过了各项的补提 还有限制的政策促使电动车 要在2020年的元年就启动 台湾虽然想要加入这部行列 但是好像配套措施还不是非常的完善 但是以现在全球趋势来看 未来车市场几乎只有一个电动车这样的选项 不晓得这个副总您是不是这样子看法 所以请问张副总 到底电动车这是一场所谓是真的未来的这个主流 还是只是一场政治跟商人 卖给我们一般普通人的美梦呢 好的 我想刚刚主持人其实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电动车来讲的话是未来十年的主流 这的确是如此 那我们刚才有看到就是说 其实在资料来讲的话呢 电动车其实在各国来讲的话 已经是纳入的排程 那其中像北欧的国家 像刚刚看到的挪威 瑞典 荷兰 这些北欧的国家的确是比较 环保概念比较先进的国家 他们比较早 那另外一个大家比较重视的大国 像英国 英国现在的这个新手像Boris Johnson 大家知道说他带领英国脱游完成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样政策 就是说英国的这个时间点 就所谓的这个环保啊 加入气候变形协定的 把这个燃料车 燃油车给禁止的时间点 从2040TL到2035 现在是2030 也就是说不到十年的时间 就要禁止销售的车 所以说各国时间表来讲的话 有的是延后 有的是提早 像台湾本来说2040 现在要延后了 所以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亲爱到一件事情 就是各国政府的被套措施 那这个提到就是说 其实要做到这件事情 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所谓的补贴 补贴 对我想说我们大家 台湾投资人 其实或者说台湾 因为年轻朋友 应该知道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电动的这个 机车摩托车 也是一样补贴的部分是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电动车来讲的话 现在来讲的话成本还是很高 那如果特别是电动的 汽车来讲的话 大概它的电池 会占三分之一的 这个所谓的成本 电池的成本 如果能够有效的下降 以及充电的方便性 能够有效的提高 是未来这10年 整个电动车 能否快速普及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成功的因子 好 那我们知道说 一般这个 不会开车的投资人 其实大家 我们心里愿想到 这叫的最想的电动车 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 算是我们去年 曾经喊说 要在2021年 有进入量产的这个Apple Car 波士上已经是开始来 已经在这个问世 而出 已经开始贩卖的 这种电动车 不止它的车款 种类很多 那么就连跑车 都出现了电动车款 像是曾经的世界首富 贝尔盖子 他买下来人生第一台的电动车 就是Porsche 保时捷的跑车 那么这些车款 很多都已经颠覆了 我们过去对于车子的想像 不论是驱动的传例 是先开引擎盖的 看到的这个配置 甚至车子里头的内装 它的仪表板 或者是后照镜 都是非常具有未来感 所以想请教这个张副总 目前电动车 它的到底发展到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了 好的 我想刚刚主任提到电动车 其实台湾投赠最熟悉的品牌 当然是Tesla 特斯 那其实我这样讲 就电动车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 待会可以再提到更深入 就是投资领域来讲的话 它分的就是说 电动车的这个所谓制造商 以及说在这个电动车里面的软体的 一个所谓的AI 那这部分就是所谓自驾车 自驾车 那自驾车其实我想 很多可能还没有开过电动车 或者自驾车的朋友们 可能对这个比较难了解 那我那边特别提到就是说 根据SAE的分类 这个所谓的自驾车部分 5级 应该说是6级 从level 0到level 5 0到5 总共是6级 那0来讲的话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 所谓的自驾车的这种概念的辅助 就是传统的老车子 那现在大部分的车子 都至少到1级 那1级就是有简单的这种 所谓的航道偏离这种提醒的功能 那到level 2来讲的话 就是有这种所谓的 定速巡航跟车系统 现在很多车厂 都已经有这样子的 level 2的这种 所谓的配备出来了 那当然到了level 3 就是三级以上 那就难度高了 三级以上来讲的话 它就必须说 能够让所谓的驾驶人 把手离开这个所谓的方向盘 一段时间 那到了level 4以后 就是类似就是说 车子能够定位 就是说我要去什么地方 它就可以到 但是它要符合 就是那个道路 所以你刚刚讲的level 3 3以上就开始难了 手我可以就是 3以上就是我手可以拿开 对对对对 然后我可以自己去做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需要的时候再介入 对 那到了4就是变成说 它完全可以怎么样 就跟他讲报一个 就设定一个地址 它就可以到 但是那个地方就是 道路不需要配合 譬如说在加州 现在在Google 或者是我们知道的Uber 他们在试验的 就是在加州或 R1上那种 直的道路里面 没有任何路障的道路里面 它可以直接实验 这样level 4的车子 level 5呢 我这样举例好了 大家有没有看过 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影集 叫霹雳游侠 李迈克 这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李迈克他的霹雳游侠 霹雳车 它就是level 5 就是不管任何路况 不管任何情况 只要呼叫 对着手机 这个手表呼叫 它就来了这样子 所以说像这样的 level 5的领域来讲的话 是人类的梦想 是 那当然我们知道 特斯拉执行长 这个钢铁人 马斯克是想说 他希望今年 这个特斯拉 将推出level 5的车子 当然 野心非常勃勃 但是有点困难 所以说 要做到这样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想这个 刚刚其实前面提到 分了两个领域 一个就是电动车 电动车重点是在电池 这个领域 但是配合上来讲的话 其实真正特斯拉 另外一个技术 让大家 或apple car 让大家比较觉得 是一个很棒的里程碑 就是所谓的自驾车的领域 就是自驾车配合上 不用水燃料的 是用电动车 这两个完美的结合 应该是未来人类追求的 一个新的趋势 跟新的一个领域 真的是所谓的dream car 未来这种梦幻般的这种 这个车子 那我想要再请教你 那如果说电动车是未来 唯一的选项 现在感觉上 那是否意味着 我们现在这种传统的车厂 已经不具有任何竞争力 那投资人是否 因此可以把资金测出来 转而投资到电动车的市场呢 好的 主任您提到这个问题 其实很有趣 大家都传统上来讲 大家都认为说 好像就是电动车 这样很夯的品牌 好像特斯拉这种很夯的品牌 大家才会注意 其实可能很多人忽略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传统的大车厂 其实他们也可以 可以跨足电动车的领域 他们不会束手代臂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几个大车厂 例如说目前来讲的话 欧洲对大的车厂里面 叫做福斯集团 福斯来讲的话 其实它在目前已经怎么样 已经在欧洲的部分的销售 超越了特斯拉 特斯拉它以为了美国 当然是最好的 它在中国和上海 开始有车厂 其实特斯拉 特斯拉在中国的成长性 也非常的高 可是特斯拉目前唯一 区别的市场就是在欧洲 也就是在北欧市场 其实福斯的销售 在去年 2020年是超越了特斯拉 所以说福斯来讲的话 目前其实它可以再跟特斯拉 是最强的竞争对手 目前他们喊出的目标 都希望在未来的三年内 能够达到所谓的 一年百万车辆的销售 就是纯电的车辆 百万车辆 以目前特斯拉领域来讲的话 它去年的数字是刚好接近50万 接近寒出的目标 49万9500辆 差一点点 那基本上讲的话 福斯汽车来讲的话 目前其实也高达30万辆 其实它的速度非常快 福斯有可能在未来 这两年到三年 它喊出300万的目标 那特斯拉禅出未来的三年内 能够到500万的目标 所以基本上讲的话 其实像我刚提到的 传统车厂福斯 它其实是在进军这块领域 而且这个德国总理梅克尔 是非常的挺他 所以说其实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政府的政策支持非常重要 那除了福斯之外的话 大家一定会想一个问题 就是那另外两个大的车是日本 日本当然最主要就是Toyota Toyota目前是压着滑水 他们在电池车领域 其实是比较落后的 因为他们目前比较大的 主要是油电混合 台湾人其实买到蛮多油电混合的车子 那基本上讲的话 他们电动车目前 其实还是在等待 他们的新的电池的技术 就是我们提的 电池的技术才是电动车 未来的一个 能够break through 我们讲的突破性的发展 的一个关键 所以Toyota的部分 目前是比较落后 但是在美国来讲的话 另外两个大车厂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通用 就是GM 另外一个是福特 这样其实在去年开始 也宣誓要加速在这个 两个就是说电动车领域 还有电池的领域 来做一个进步 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 福斯其实之前是宣布 要做200亿的这个 美元的投资 现在加码到270亿 那其实福特也是不落人 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 全世界的车厂里面 我们刚刚提到了 福斯是一个特斯拉可敬的对手 但是在通用汽车 在这个福特汽车 甚至全世界最大 一度是最大车厂的这个Toyota 它其实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也会跟着进入 所以说基本上讲的话 像日本的车厂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们的车子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建造也是很耐用的 也蛮省油的 那未来在下一个 世代领域的部分来讲的话 日本的车厂 美国的车厂 其实跟着欧洲厂 都不会缺席 这一块 虽然看过去这些 传统的汽车市场 2020年发展的 确是比较惨淡 那么电动车 现在是一股 势不可挡的全球发展趋势 那么以电动车 要夯十年的时间 来估算的话 那么现在在此刻 这个投资人可以关注的焦点 会是放在哪一块呢 好的 我想基本上来讲的话 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 这一序例的脉络来讲的话 大家非常清楚 电动车基本上 要跟传统的燃料车 燃油车竞争 还是在于它的售价 第一个部分是售价 第二部分来讲的话 是属于充电的便利性 讲售价来讲的话 我这样举例好了 基本上来讲 现在电动车普遍来讲的话 还是属于台币来讲的话 还是数百万台币的一个价格 特斯拉的部分来讲的话 台湾现在目前 是接受最高的电动车 也就是要百万台币以上 所以说跟传统的 这个所谓的 我们的国产车 或者是一般的 比较平价的进口车来比的话 它的价格还是明显高出许多 所以说又让电动车普及 最重要的关键是 它的售价一定要亲民 亲民 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我刚刚提到的 福斯汽车 他们在想到就是说 如果能够推出一个台币计价 叫百万 这个欧元或者是美元计价 是三万美元 以下的这辆车子 其实才能够普及 三万到三万五的部分 才能够普及 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 如何致力让这个车价 售价能够降低 这是关键 当然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电池成本一定要低 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 目前电池的成本 在电动车的成本 大概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所以如果说能够 这个电池的成本能够下滑 这个部分对于车价的销售 应该会有帮助的 因为它车价总价就可以下滑 这是一个关键 这也是为什么 特斯拉要到上海设厂 然后让它成本降低 造车成本降低 这是一个关键 再来第二个部分 当然大家很关心的是什么 是充电的便利性 我想各位有开车的朋友 包含我自己 如果你去这个充电站 第一个充电站好早 你不能花一个小时找充电站 那这个大家就想到 这就头痛了 再来就是说如果充电的时间 它需要花的时间是 好几个小时 那大家又昏倒了 因为基本上讲的话 你开车的人其实就赶时间了 那你不太有可能 等待一个小时来做充电 目前来讲的话 充电的速度 其实普遍来讲都不是很快 如果要像 以特斯拉的车子 要充到80%以上 它可能需要花费 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所以说 是不是有超级充电站 快速就是我们知道 像手机一样 快充 这个版本 这出来是非常重要 所以充电技术来讲的话 也是目前 其实像各大的 这个所谓车厂 在投资的重点 那像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所谓的 美国的通用汽车 它就会投资电子的技术 而且它跟微软合作 投资电子的技术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电子的技术 能够发展到快充 充得越快 目前最快的技术来讲的话 号称可以在 10到15分钟 能够充饱 80%以上的电 而这个充饱以后 续航力是在 400到500公里 如果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部分 应该就会让 所谓消费者 比较便宜买单 因为我充电的速度 不会比我加油的时间 花太久 因为如果大家知道 加油 普遍来讲的话 加油时间应该不会 花超过10分钟 因为排队结账 应该不会超过10分钟 但是充电时间 如果超过半个小时 这个时间的效率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可能会是消费者 却不离很大的原因 所以我刚提到的部分 电池的技术 以及充电时间的部分 所以说再补充一提 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 美国现在拜登 他就职了 拜登在就职之前 喊出了一个目标 就是美国目前 全美的充电站 要希望在4年之内 能够达到50万个充电站 50万是什么概念呢 目前全美充电站 只有25000个不到 所以说您可以知道说 这个充电的比例 是快速的一个增加 增加25倍 所以说充电站的普及化 跟充电速度的时间减少 这个部分 都是投资人可以留意的 所以说充电站相关的 这些设备的这个技术 以及充电电池的 这个技术的这个厂商 都是目前我们可以 投资的焦点之一 是好就像这个副总 您刚刚讲 很多人这个看电路车的发展 就是要关心的 就是电池的技术 还有再包括了就是 它充电设备的不普及 跟不便利 就是会影响 它购买的最大的因素 对不对 那么现在如果 从全球的发展 跟投资角度来思考 那请问您觉得 投资充电设备的这一块 是不是一个 未来的一个热点 是的 没有错 其实就好像我们在谈5G 另外一个很夯的一体 就是5G概念 5G来讲的话 基本上5G的基地台 5G的设备 是 就是大家知道说 未来可以投资的焦点 同样道理 在刚提到的部分来讲的话 是电动车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电动车 充电站 它的设备 以及电池 这个制造商 这些都是未来可以投资的焦点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其实我们提到就是说 大部分的公司来讲的话 还是在欧美的新晋的大厂 以及包括日本的这些 电池制造厂 这些来讲的话 它传统是公业的公司 或是有些是属于 科技相关领域的公司 所以这公司来讲的话呢 其实在未来这一块领域 其实就是电动车 还有这个所谓设备 充电 这些设备领域来讲的话 未来在各国政府的扶持之下 因为我刚刚提到 在这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主要是政府的政策的支持 是 这部分政策来讲的话呢 其实其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所谓的税 税率的部分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呢 其实大家知道 电动车其实 它不太能够靠水的燃料 因为它不是燃料的车嘛 排气量来克税 这个就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它是以马力来克税 那以马力的克税来讲的话呢 像以这个Tesla来讲的话 Tesla它的这个马力比较强 它其实克税的这个金额会比较高 是 一台车如果克税克到十一万 十万台币 其实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等于是额外的附加的 一个成本很高 所以如何让这个税率降低 目前来讲的话 原因就是说 其实在电动车部分的话 是减免税率或者是免税 货物税的部分 跟燃料税部分都可以减免 这部分来讲的话 应该会帮助这个销售 所以说透过政府的税率的减免 包含对社会厂商的一些补贴 充电站的部分来讲的话 这个充电的这个技术 在先进部分 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 补贴的部分能够做到的话 我们相信 未来这块来年域来讲的话 会快速的扩充 也就是让 所以民间业者都快速的扩充 不过再补充一件事情就是 目前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整个充电的这个技术 规格并没有统一化 日规美规 然后还有所谓的中国的规格 其实是亚洲的规格 其实不统一的 所以规格统一 也是一个未来发展的焦点 也就是说先来讲的话 虽然说是电动车的元年 那所谓元年的概念 就跟当初在讲到 所谓的3G到4G 4G到5G 其实那个技术规格 还没有统一之前 是很混乱的 等到统一的技术之后 各国厂商在发展 统一技术之下 它能够达到最有效的忠效 就是大家投入发展 降低成本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电动车其实还是有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电动车的这个 所谓的充电站的规格 是不一致的 那不一致的情况之下 其实各家发展各家的 其实是没有一个 同意的标准 这个也会减缓 所以电动车发展的速度 所以这是投资人 在投资的时候 需要留意的地方 对 需要留意这些 我们有人说 这个潜力股王 可能就藏在电动车概念股里头 那么以现在的电动车 发展趋势来看 您刚刚也讲到 可能联手5G 扩大互联网的服务 这是有可能会实现的吗 好 再来就是说 这个自驾车的这种概念 是目前还停留在 研发修正的阶段 还是有已经开始在这个测试 我说联手这个5G的这种服务 可以正式的进入市场来 开始来销售 已经进入这个 试水温的这个阶段吗 好的 刚刚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在这个 所谓自驾车领域来讲的话 分成level 0 到level 5 那这个基础 这个阶段那么多的 这个情况之下 目前台湾看到的车 或全世界车 大概就是level 2 2而已 到level 3 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是Tesla 它号称有些地方来讲的话 开到level 3 可是大家也看到一些新闻 它会有安全的疑虑 对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要到level 4 跟level 5 这个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那目前我刚刚有提到 Google 或者是这个所谓Uber 它们在美国特定的地方 测试像加州 亚莎莎莎州 测试的这个level 4 的车子 其实目前到所谓的实现 要真正上路 还需要法规的修正 还需要这个所谓的 这个整个人类的一个配合 因为很多人 其实是不愿意接受这样子 因为完全让机器来取代 这是一个心理上的障碍 心理上的障碍 对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我认为说 技术要推出来 需要一段时间 技术推出来之前 法规也跟着修正 这才有办法 因为这个各国目前 以台湾最简单的例子 台湾没有办法允许 驾驶人 就是把手离开方向盘 这个法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法规也必须要改变 那技术还需要时间 但是我相信技术一定会 很快可以实现 因为刚刚昨天提到的 配合5G 配合自驾车 这个所谓的这块领域 其实它是AI的概念 做自动计算嘛 那个部分来讲的话 技术应该会超前 这个超前领先 会实现 但是在法规的部分的更迭 法规的改变 它可能就需要各国政府的 这个努力 这个需要时间 最后就是商用化 商用化当然就是 我刚刚有提到的 消费者的这个心态 他能不能接受 因为基本上讲的话 如果要自驾车 就不能够说 一部分的人自己开 一部分的人靠电 就是靠电脑开 这样会出事 因为他开得好好的 那如果人为介入 人为开的车子 跟他所产生碰撞 那些事故 这很难去避免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现在以美国 他们在实验来讲的话 它是全部大陆上 全部都是要自驾车的 这样才能够控制 大家才能够控制 那个行车速度 跟那个频率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也想到说 如果真的要上路的话 它需要很多的 这个商用化的话 需要很多人的配合 法规的配合到 这个民众的接受程度 所以我认为 这段时间需要 台湾这么低小人愁 会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吗 很困难 因为台湾的街道很多 台湾其实也不是 棋盘式的街道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要实现到Level 5 我刚提到的 像霹梨车 霹梨游侠 李迈克叫做火技 指霹梨车来的 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时间 当然我们不会说不可能 但是这基本上要讲的话 真的是需要三方面的配合 一方面就是技术要存熟 一方面是政府法规要改变 最后是消费者的心态 要接受 就是我全部出门 完全不用方向盘 因为Level 5的车子 它的概念的话 设计部分是没有方向盘的 就是大家坐上去 像电影演的一样 是的 是没有方向盘 坐上去就可以直接开了 对 没有方向盘你就不会去 手养去介入 对不对 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就安全 因为大家都是用 所谓的自驾车的那个系统 全部可以用计算的 因为如果 我刚刚提到 如果有人是用电脑计算 有人是人为介入去开 这一定会有很多的 后续的事故会发生 好 那么在这一场 全球交通革命之下 有分析师指出说 在供应链这个范围之内 台湾将来是可以扮演的 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所以想请问一下张副总 如果投资人想要布局 台股的电动车产业的话 有哪些方向可以来做切入 好的 台股来讲的话 目前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知道说 电动车其实在台湾部分 已经成为一个蛮重要的领域 那几个部分可以切入 第一个部分就是在所谓的 所谓的刚提到的充电站的部分 它是属于设备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设备部分来讲的话 台湾其实是有些厂商 在做这样子 引主件的设备的供应 另外来讲的话是电池 电池来讲的话 基本上除了大家知道说 像日本的电池厂 韩国电池厂 台湾其实有些电池厂的技术 也做得不错 也可以切入 所以说电池的领域 以及所谓充电站的领域 都是台湾可以切入的 那当然未来来讲的话 如果Apple Car的部分 就除了这个 所谓软体的部分 还有硬体的部分 就是打造这个车子 那这个车子来讲的话 台湾当然在做所谓的 电脑的这个封装领主件很强 那未来来讲的话 这一块其实在电动车的组装 我想台湾未来应该很有机会 切入这块市场 最后就是半导体 那半导体的话 车用晶片的半导体部分 台湾当然有些半导体的上游 那部分来讲的话 也是台湾可以受惠的领域之一 是 那么有的人说 当这个电动车全球普及之后 最大的赢家 不是中国大陆 就是美国 那么现在美国已经是拜登总统 他领政在推动 这个电动车发展的 一个这个部分 所以请教张副总 那您觉得中国大陆 是不是弯道超车的美国了吗 还是美国有坚强的实力 还是可以激起直追 好 那这块来讲的话 当然牵涉到所谓的 这个政府的决心跟态度 是 那之前来讲的话呢 因为是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是完全不甩 汽油边线协议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大家就来观察说 那到底拜登新总统 他能够做什么事情 所以说第一天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不是川规拜随 第一天来讲的话 拜登就把川普的十条 经历给改变 两天的这个行政命令 第一条就是 巴黎结果协定 没错 重返巴黎结果协定 所以说重返巴黎结果协定 结果就是 美国未来 他就需要去 做简单排放的措施 所以根据这样来讲 我刚刚提到的 他在电动车的部分 已经要扩大充电站了 那未来来讲的话呢 美国其实会在更多 不管是生殖能源 不管是电动车的 这块的法规 会用所谓的补贴的方法 来做一个所谓的 促进的这个销售量 我觉得是重点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美国这个环保署长 他之前是密歇根州长 密歇根州长的时候 他其实叫Jennifer 他基本上讲的话 他是推动了 在密歇根州 做了所谓的 环保绿能车的补贴 其实在密歇根州 非常的成功 所以我们知道说 未来来讲的话呢 美国他在这个 所谓电动车的补贴领域的话 他必须要做得更快 免得被中国超车 因为之前来讲的话 美国很care的是 中国在有所谓的5G的发展 跟中国打了很多的 这个所谓贸易战之余 就是科技战 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说 川普他在科技战部分来讲的话 是一部分呢 去遏制了中国的 在半导体这些领域 还有所谓的5G的领域的发展速度 但是在所谓的电动车来讲的话呢 或者是所谓的 绿能环保概念部分来讲的话 他是落后的 因为中国其实已经在 补贴这块来讲的话 做了非常的多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的话 中国在电动车领域来讲的话 他其实不见得是 会有这个所谓落后的情形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中国来讲的话 其实像理想 蔚来 小鹏 这些电动汽车 其实他的销售速度 也非常的亮眼 所以说中国来讲的话呢 其实我们相信说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蔚来两强G2 中国跟美国 绝对还是这一块领域的 一个有机会领先者 当然也不能忽略到欧洲 因为欧洲毕竟是做最早的 只是说欧洲来讲的话呢 他毕竟这个市场来讲的话 他的销售潜力 可能还是不如美国 跟中国来的这么快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发现就是说 除了中国美国之外 欧洲也是一个值得 关注的市场 好 去年底 我记得在节目当中 张副总您有提醒过我们 当美国的联准会 宣布不再降息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就是 美元可能要反弹的讯号 那么在日前 美国的新任的 财政部长叶伦就说 美国不会为了竞争优势 来寻求弱势美元 那么意思就是说 要将美元汇率交由市场 来决定 那请教张副总 这算不算是美元 可能会反弹的一个讯息呢 好 我们先讲一下 其实叶伦她是之前的 委员会主席 所以说她对于匯率的 这个发表言论 对货币政策发表言论 大家还是会听 那当然现在的委员会主席 是鲍尔 所以说其实 这部分来讲的话呢 两位应该要去密切的配合 不过刚刚提到的 主任刚提到这一点 就是叶伦的发表的这些言论 我们不意外 因为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 美国的财政部长 会告诉大家说 我要强势美元 还是要弱势美元 所以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他其实只是照本宣科 讲他该讲的话 我们说叶伦的 这个财政部长的发言 是 他这个听众会的发言 其实是正常的发言 所以说还是提到一个重点 呼应到我之前 在这边节目里面 讲过的言论 美元的强弱 基本上决定于什么 决定于说 全世界对于美元的需求 那这部分来讲的话 当然是美国利率的高低 或是关键 当美国利率高的时候 全世界会需要美元 把资金移到美元的布局 因为美元并且全球流量性 最好的货币 现在是因为美国是做QE 美国利率是零 所以基本上讲的话 全世界是借美元 用美元的借钱 去做杠杆投资 在其他非美的货币 所以一旦美国开始升息 或者是讨论回收科技的资金 美元就会开始支边走向 当然这个部分 也跟美国经济有关系 对 美国现在是属于贸易资质 很高的一个国家 如果美国到时候 经济变好 贸易资质的比重慢慢下滑 整个部分来讲的话 美国会走强 不过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又回到一个重点 美国为什么现在要做QE 是因为美国疫情很严重 那美国疫情很严重 那美国疫情很严重的部分来讲的话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是的 都不要发钱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除非美国的疫情 得到很明显的改善 好转 那这个疫苗的施打很有效果 美国经济改善之后 基本上美国才会谈 所谓的QE的撤回跟收手 甚至最后才会开始升息 那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 目前大家估计 可能最快是2022到2023 因为市场之前是觉得2023 卖美国部分的人会的官员 翻航行长是说2022 像卡普兰一些官员是这样讲 所以说现在是2021 所以说基本上讲的话 今年之内都蛮困难 达到这个所谓升息的条件 所以说基本上讲的话 美元在走强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可能投资人要再等待一段时间 不会是这么快的时间 发生 好 那么如果说投资这个时候 布局电动车的股票市场 我们的焦点应该要放在美股 还是欧股 或者是中国大陆的股市呢 好的 刚刚提到电动车这块需求 其实在各个地方都有 那基本上讲的话 美国 中国跟所谓欧洲 都有电动车受惠的概念股 不管它是传产 传统的这个所谓的 传产车子 燃油车为主 要转电动车的领域 我刚提到几个大的品牌 是 美国品牌 欧洲品牌 那不管是它是 原来是属于电动车的这个领先者 就像美国就是Tesla最有名 中国有些品牌 那我们认为说 这样的投资领域来讲的话 其实都有 所以说它不太可能是投资一个单一国家 就能够拿到的投资效果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 变成说利用所谓的 比较属于主题式的投资 那像台湾目前投资人 可以触及得到的共同基金 可以投资到的共同基金 有些基金它特别是以电动车 或者是以AIA这种概念 就是比较多是属于主题式投资的 这样的概念 甚至它更大的一个领域 可能叫做环保概念题材 环保概念它可能就是包山包海 除了电动车之外 除了AI之外 它可能还有所谓的绿能概念的 这些投资 因为生殖能源的车子 生殖的燃料 其实也是一个蛮夯的趋势 所以基本上讲的话 我建议投资人的话 可能用主题式投资的领域来介入 会比较难够参与这些行业 因为毕竟你投资在欧股美股的基金 它可能只是一小块的领域 会触及到电动车 或者是绿能概念的一个投资标的 好 那么在这一波电动车 投资大战当中 我们注意到有许多这方面的基金 那么在市场上的表现也很活泼 所以想请教副总 如果说投资人想选择 以基金或者是购买ETF的话 应该要注意哪些重点 好的 刚刚主任提到的 基金或ETF 其实都是给投资的标的 但是以ETF来讲的话 目前的确在美国有些挂牌的ETF 它是以AI或者是电动车 为主要投资标的 不过这样的投资标的来讲的话 它会有一些局限 怎么说呢 它毕竟它是ETF 它是追踪指数的标的 而指数来讲的话 它是追踪全值股 因为指数来讲 全值最大的股票 它就是在里面占着全中最高 是 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 如果说它是全值最高 市值最大 其实会有一个 过去常发生的状况 就是所谓的涨不动 因为它已经很大了 那如果你想要投资 是未来兴起的 这个明日之星的话 可能要透过主动式布局的基金 比较容易 因为回到另外一个 前面讲过的话题 电动车这一块的 这个投资的这个题目 很夯没有错 可是它是新兴的 2020也就是去年 才刚刚开始 要投资的琢磨 其实全世界开始 有电动车来讲的话 是2010年的概念 2010还是油电混合为主 2014以后 才会有一个比较 纯电的车子上市 Tesla Tesla也是2015 2014年末 2015年上市的 才开始推出第一款电动车 所以说离现在 电动车也不过是 纯电的电动车 也不过是六年的时间 所以基本上讲的话 其实我们认为说 这个领域还会在发展 还会在后期之秀 就好像当年 举个例子 1990 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你投资的网路股 你投资的股票 跟现在的网路股很不一样 现在的投资的网路股 你会说是Google 你会说是Amazon 可当年 Google跟Amazon 在1990 2000年 那时候网路这个泡沫 在兴起的时候 其实网际网路 刚刚形成的时候 这些公司可能还没成立 所以说未来讲的话 电动车领域可能变动很大 我们建议就是说 透过共融基金 它的投资的这个方向 可以帮你做超前布局 所以说EDF当然可以投资 但是EDF是比较被动的 是投资 跟这位指数 共融基金来讲的话 它比较能够发觉 未来的投资人明日执行 好的 有个产业的朋友 他分享过一段话 他说他的英国朋友 去年要买新车 只锁定电动车 完全就不考虑过去这种燃油车 那么原因就在五年之后 如果说你要换新车 已经被淘汰的燃油车 可是连二手车都不会收的 所以聪明的投资人 还会觉得电动车的时代遥远吗 日前台湾鸿海创办人 郭台铭董事长他也表示 台湾的强项在半导体 操作界面 将来汽车工业设计开发 会落在台湾 那么最后组装 则会在当地的市场 这将会让汽车的设计 组装以及制造 整个生态链产生非常大的改变 未来其实离我们并不是太遥远 台湾在电动车产业 这块供应链其实布局的 比你想象的还要深还要广 那么下次我们将会再继续 针对更细部的产业面 跟各位观众朋友 来分享投资心法 想要在2021金流年赚钱的朋友 您请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就非常感谢野村投信 投资策略部的张继文副总经理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分享这么多投资的讯息 以上就是今天的会演看天下 未来还有更多重要的国际局势消息 以及背后的内幕角力 请您持续锁定 同时也欢迎您上YouTube网站 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王宝会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了 大家好 我是《慧眼看天下》的记者唐玉泉 台湾疫情持续升温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已经宣布全台第三级警戒 要再延长两周的时间 现在明文规定外出没有戴口罩的人 最终将被处以新台币 一万五千元的罚还 但是炎炎夏日 口罩戴得好闷 一般的口罩戴起来又不够有形 慧眼看天下 为了各位观众的健康与美丽 将连续五周推出 立体透气口罩的抽奖活动 各位观众 只要在指定日期收看节目 可以选择拍下你的手 跟节目内容的合照 上传到ETToday新闻云 脸书粉丝团 慧眼看天下节目下方的留言区 或是在ETToday新闻云 官方YouTube频道 慧眼看天下节目下方的留言区 写下通关秘语 同早一命 我要佳和口罩的留言 两种方式择一 就有机会获得 两个佳和实业提供的透气口罩 每周我们会抽出十位幸运观众 送出两个超时用的透气口罩 另外还有两个特别奖 一次送三个儿童用的透气口罩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 出入医院还是建议佩戴医疗口罩 如果不嫌热也可以一次戴两层 防护效果加倍有效 同早一命 我要佳和口罩 大家好 慧眼看天下的抽奖活动 已经进行到第二周了 上一周我们已经送出了 十个超时用的透气佳和实业的口罩 那这一周呢 我们也会继续抽出幸运观众 那我们会送出十个 由佳和实业提供的彩色透气口罩 和两位幸运观众分别获得三个 由佳和实业提供的印花儿童口罩 那这一周的幸运观众是谁呢 我们现在就来抽奖吧 第一位 第二位 三 四 五 还有刚刚掉出来的一位 六 七 八跟九 最后一位 十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抽出另外两位非常幸运的观众 他可以获得的是 由印花图案的儿童口罩 那我们会现场拆开这两位 就是看一下是哪两位幸运观众 我们恭喜郭国欣 我们恭喜郭国欣 还有这位成姓观众 没有抽到的观众也不要灰心 不要忘记 慧眼看天下的抽奖活动将会持续进行五周的时间 前面已经抽完两周了 接下来还有三周的时间 只要您准时收看每周六晚上九点的 慧眼看天下节目 并留下通关密语 同岛一命 我要加何口罩 就有机会 幸运中奖喔 点� 不会 不? 坳不? 不? 好吗 不? 谢谢大家